这个约当然就是怪怪的 我只能进我最大的力量去检测它 甚至还遇到公民党跟民进党联合反复 柯文哲说的就是台志光跟台北市政府签的合约 如今成仇文社贿赂币案曝光 柯文哲在开呛蓝绿议会勾结 不过绿营反批柯文哲甩锅 而民进党立委王世坚更揭露 台志光的背景很硬 柯文哲早就知道事情严重 却还是编列预算 台北市警用监视系统预算 柯文哲在2022年送了4.6亿预算到议会 议会附上诞书200万画素需要搭配3M平宽 一年就要增加8600万预算 我想柯市长也很清楚 还有包括议会的诞书以及设备的增加 所以站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 我们都要求依法一规定来编列预算 蒋万安反击说依法行政 但议员揭露 蒋万安对台志光要求照单全收 2M全面提升到3M才会暴增9000万预算 更何况如果这一点让台志光硬拗过去 他达到目的了不止这20亿 那都予取予求 台志光嚣张闲进 蒋万安还增加预算 人民纳税前就这样流出去 北市府难辞其咎 三连信用环境解决部台北市